一宵之子陈天顺在这一次的陈暴事件当中受到重伤 本来病情算稳定 但没有想到突然在上个星期一恶化 已经离开了 那么新北市的副市长侯友宜 其实是在隔天上个星期二到了陈家慰问 而且交付了一百万元的慰问金 但是外界所不知道的是 其实陈家人在16号就低调的 把拿到的这一百万的慰问金再捐了出去 那么陈家人说死者一亿 如果这一笔钱还能够帮助 现在还在医院奋斗的伤者 那更有意义 阳光笑容温暖人心 他是陈天顺 正值20岁的青春年华却遇上巴仙城暴 成为第三位罹难者 如今陈天顺走了 家属至今走不出伤痛 希望不要再有不好的消息了 大家都很平安 拉着行李赶着回到弟弟身边 因为意外发生当下 姐姐仍在美国 听到弟弟二号立刻飞奔回台 没想到见到的却是最后一面 人在机场等飞机等了四个小时 然后我想赶快回来 哭红双眼 家属悲痛送陈天顺最后一程 不过伤心之余 还是不忘关心其他伤者 陈天顺离难隔天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 亲自送上的慰问金一百万元 不过家属16号低调 全数捐出 就是希望能帮助更多伤者家属 全身百分之五十七烧伤 加上吸入性肺灼伤 一小只子陈天顺没能挺过 留下家属无限伤痛 家属最后捐出慰问金 只希望为陈天顺夺做善事 把爱传下去 解综合不动